开始 好 那同学们 我们今天刚刚的任务一 是要完成3D模型 我们已经写一段 OpenGL的程式码产生一个小方块了 所以我们打算 把整个模型画出来要花很多时间 我们直接跳第二个 让这一个小方块可以转动 现在这小方块一点都没有立体的感觉 我们让它看起来会转动 所以我们先画出小方块之后 继续做转动 请看老师程式码 刚刚这个程式码 就是一个会转动 会一个小方块 可是它不会转动 怎么让它转动呢 我来写几段程式码给你看 第一 我希望它转动 我念太快 我希望它转动 GL Rotate F 有一个旋转轴 比如说我希望它对着Z轴做旋转 对着Z轴做旋转 0 0 1是Z轴 旋转的角度值呢 有个角度值做旋转 有个变数叫转动的值 后面 1 0 0 1 就是个旋转轴 叫Z轴 然后所以我要准备两个 1我要准备个变数叫做 Angle Float Angle 一开始是0度 角度一开始是0度 之后呢 它会随着时间增加 所以我每次画完 我就让角度增加 所以最后画完画面之后 我选择Float 我这边写来了 Float 我更正 角度 加等于0.01度 我每次角度加一点点 可是这样的话 画面会乱转 转得很恶心 我等一下再做更新 这个转动 它没有即时更新 我要再加一个奇怪的函式 上周交过的 G-L-U-T I-D-O 函式 闲闲没事干 我也呼叫一下 显示一下吧 让它一直转显示 我转太快了 没感觉 这什么东西 它转得很奇怪 这样不对 转太快了 我希望它慢慢转 因为转动整个乱掉了 我要保护好转动的矩阵 所以转动会让它乱掉 我要准备个转动矩阵 转动矩阵 Push Matrix 前面加个小写GL 大写PushMatrix 后面结束的时候 我也准备一个GLPup Matrix 这样可以做一个效果 这样做其实高手 在这边他可能会用GL LodeIdentity 不过因为我不需要 学太多程式码 我先教简单的 我画的程式码 要画这个 我用这个Push跟Pup 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 他会对SYZ轴做转动 他就会开始做转动了 那我们先看他转动的样子 执行结果 这个Wonward Compile 再执行一次吧 在转动了耶 他对着S轴 Y轴 Z轴 Z轴是一个竹签 那个什么 那个异形 从肚子戳出来 那个戳出来竹签 然后他就照他转 这样看呢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没有变形是萤幕的解析度的关系 我左右长宽弄错了 因为我为了录影的关系 我故意用宽萤幕 结果萤幕是普通萤幕 可是呢 我现在如果用另外一个转动变形 你会流下感动的眼泪 因为我要对着Y轴做旋转 我们再看